接下來這些東西呢都是一些飾品啊耳環等等的 那呢第一個就是我現在有帶的這個四條一組的項鍊 但是呢這四條是沒有辦法拆開來的 那我一直想要買一個像這樣它已經幫你搭配好的這種多層次的項鍊 因為我常常看一些歐美女生他們都會穿一件很簡單的背心啊或是T恤 然後他們就配一個像這樣子多層次的項鍊 就可以讓整個造型很加分然後看起來好像你有花很多時間打扮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個缺點就是它的這個金屬的材質是還蠻便宜的感覺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呢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買的 這個才一百多塊而已 如果你只是跟我一樣為了造型然後想要嘗試一些新鮮的感覺的話呢 是可以買來就是配配看玩玩看 除了金色之外呢我還買了銀色的版本 但是呢這個跟金色的有點不太一樣 第一個呢是金色的鍊子上面完全沒有任何珠珠啊之類的 但是銀色的有 然後呢它下面的墜子也不太一樣 這個是三條疊在一起 然後呢這個是四條疊在一起 然後呢這個銀色也是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它的金屬質感不是很好 就是你近看的話是可以看得出來它是一個比較便宜的項鍊 假如說你平常穿的很簡單 但是又想要有一點飾品來加分的話 像這樣子呢已經幫你配好的項鍊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選擇 像這樣這種項鍊呢如果你就直接放到袋子裡面 它會很容易打結 所以我就從我媽那邊學來一個技巧 就是呢你把扣的這個地方捏著 然後呢就這樣直直的放到你的夾鏈袋裡面 扣的這邊留一小段在外面把夾鏈袋封起來 這樣子呢你下次要拿的時候你就直接從這邊抽起來 這樣子項鍊就比較不會打結 所以分享一點項鍊收納的小技巧給大家 接下來呢我想插播一個我自己買來想要玩玩看的東西 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亮片組 然後呢它裡面有12種不同的亮片 我會買這個呢就是因為我想要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妝容 然後我就想要利用這些亮片呢可能裝飾在臉上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這個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它裡面是有這些亮片的 那呢這就等我之後呢看怎麼運用這些亮片 然後再分享妝容給你們 好那除了那個亮片之外呢 我還買了一個像這樣子的亮片組 然後裡面是有一些月亮啊星星啊小鑽啊 還有一些光芒型的亮片 可以打開來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是月亮的 它的大小還蠻小的就是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小 但是我覺得這個裝飾在眼睛上應該會很漂亮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這個 好的接下來呢是飾品 第一個呢是這個耳環 它就是像這樣子三層的圈圈黏在一起 然後整個感覺是比較個性的 我覺得這個配這一件紫色的上衣啊 這樣子應該會還蠻特別的 所以呢我就買了一個這個想說有時候如果我穿的比較前衛有個性一點的話呢 就可以配像這樣子的耳環 好那下一個呢是這個透明的壓克力耳環 然後呢它這個壓克力裡面還有亮粉在裡面 那我覺得這種透明的耳環帶起來就會很特別 因為一般來說你帶的耳環都是金色啊銀色這種金屬 但是呢如果你有時候改變一下帶像這樣子透明的耳環 我覺得是還蠻特別的 那一樣呢帶給你們看 帶起來是像這樣 我自己當初在買這些耳環的時候呢 我的幻想是我可以像這樣帶這種透明的耳環 然後呢拿一個透明的包包 這樣我整個感覺就有沒有很夏天 淘寶上面的model帶起來超好看 所以我就買了 好那下一個呢也是壓克力耳環 是像這樣子的貝殼壓克力耳環 我說貝殼是我覺得它長得像貝殼啦 但它一定不是真的的貝殼 給你們進看一下 它是長這樣 然後呢它的針是這樣子白的 所以呢整個帶起來是它的圓形是會朝向前面 不像這樣是一個環 我帶給你們看 帶起來是這種感覺 它的圓形不是整個是平的 它是有一點弧度的那一種 所以帶起來不會有一種死死的感覺 它不是那種軟的材質喔 它是硬的壓克力 這如果配一些卡其色的上衣啊 或是說一些棕色的造型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會是一個加分的小飾品 所以這個我也蠻喜歡的 基本上我這次買的耳環都很喜歡 接下來呢最後一副耳環 是應該很多人都有看過這副耳環 因為我常常看到很多人買 就是這個 它就是做 上面有一個十星的 不規則橢圓 然後下面有一個空星的不規則橢圓環 它的金色是有一點洗舊的 所以戴起來是會有復古的感覺 不會有那種很廉價的金屬感 好它戴起來是像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比較復古 然後比較優雅的感覺 那我覺得如果你平常穿的一些奶茶色啊 深酒紅色 然後卡其色這種配色的話呢 戴這種耳環就超級適合 好那接下來呢是一個頸鏈 然後呢它是長這樣 這個呢是我有在Style Nanda上面看過一模一樣的 然後呢它就是像這樣子 水鑽的頸鏈 這邊有一個回紋針的設計 這個是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再粗大一點 因為我原本想像它是一個細細的 然後比較小巧可愛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還蠻喜歡的 這樣感覺會比較有個性一點 然後存在感比較強烈 那我會買這個呢就是因為我覺得 它的這個整個設計還蠻特別的 尤其是加了這個回紋針之後 整個感覺會比較隨性一點 而不會因為這個水鑽看起來太過華麗 最後最後我還買了一個很無聊的小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幫造型加分的一個小物 就是金色的髮夾 給你們看一下 我覺得它的金色的材質做得還不錯 就不是那種很廉價的感覺 然後呢像這種金色小夾子大家應該很熟悉 就是像有時候一些韓國明星在做造型的時候呢 都會把這個夾子比如說夾在他們的頭髮這裡 然後可能就夾一個交叉 然後呢就可以幫髮型製造一些可愛的感覺 所以呢我就買了這個想說可以來幫自己的頭髮做一點不一樣的造型 剛剛那個小金夾的店呢還送了我這個 兩個超級可愛的星星髮夾 這個真的超級可愛的耶 它是這種你可以這樣子搬的髮夾 這種超懷舊的 以前小時候媽媽都是幫我用這種髮夾 那我覺得這髮夾很可愛 就是這樣夾在頭髮上 就會有一種2000初年的復古感 有嗎?還是我自己自作多情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可愛耶 像這樣 好啦這就是一個可愛的小贈品 好的那剩下來這些東西都是我自己買來我真的沒有很喜歡 然後我打算拿去退掉的 好的首先呢第一個呢是這個衣服 它是一個彩虹的薄針織上衣 我會想要退它就是因為它的材質真的跟我想像中的差太多了 它就是一個很爛的針織 然後我也不知道像這樣子的上衣我下面可以配什麼 因為我是一個不穿短褲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不拿來配短褲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配它 所以呢這件我沒有很喜歡 但是我覺得像這樣子的彩色條紋啊 是真的很復古 如果你喜歡這種彩色條紋 然後又不介意它是這種材質的話呢 這個還蠻不錯的 接下來這件上衣我超失望的 因為我原本很期待它穿起來會超級可愛 就是一個綠色的背心上衣 下面呢是有做這樣子的雙層的荷葉 這件model穿起來真的超級可愛 就是一個很清新的感覺 而且它背面是有一個像這樣子可以綁帶的設計 尤其這種綠色又很顯白 所以我一開始就很期待今天衣服 但是呢它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就是 它的胸圍對我來說太小了 我真的是穿起來這個胸部真的是緊到一個 我真的是沒辦法穿 在買之前就是要看一下它的胸圍 是不是你平常衣服的胸圍 這件衣服超可愛的 我很失望 接下來呢是一件裙子 這個點點裙 那它呢是做整個上面線條是順下來的 但順到下面有一截的荷葉 所以整個穿起來呢是還蠻隨性休閒的感覺 但是呢它的鬆緊帶真的太緊了啦 它是緊到那種穿起來啊 我的骨盆會把這邊的布整個頂起來 這邊就會這樣有點飛出來 所以我就很傷心的只好跟這件裙子說掰掰 但是它很好的是它裡面是有做內離 所以呢這件裙子是不會透的 你們想想看如果是像這樣子的點點裙 然後配像這樣子的綠色小背心上衣 然後再配一個像這樣白色的襯衫 這樣有多可愛多夏天 然後再拿一個像這樣子的袋子 有沒有 好那接下來呢是一個藍色雪紡襯衫 然後它是一個很優雅的設計 它中間除了有做這樣子的荷葉之外呢 它的袖子這邊也有綁帶 然後呢在林口這邊它也有垂了兩條袋子 讓你可以綁起來或是就讓它垂在前面 整個材質是比較透的 然後它的藍色是那種比較暗然後有氣質的藍色 它的肩膀這邊也有做墊肩 所以這整個穿起來的肩線是還蠻好看的 這件的做工真的還不錯 然後版型也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的缺點就是我穿起來還蠻老氣的 接下來呢是一件褲子 然後它是像這樣子的黏麻性色的長褲 因為它的材質有點太厚 所以我穿起來有點太緊 它呢是前面有一個鈕扣 然後背後是鬆緊帶的設計 但它的材質真的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它這個很像是棉麻帆布包的材質 不像是我想像的那種薄薄的棉麻 就還蠻厚的 所以我覺得夏天穿這個應該會有點熱吧 但是如果是秋冬的話穿這個應該是可以的 然後呢整個褲型是像這樣子 直直的可愛的褲型 最後一件呢這件我真的超級傻眼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直條紋棉麻綁帶裙 然後呢它是一片布 然後你可以把它綁綁綁綁成一件裙子 那我覺得這件讓我傻眼的就是 它真的就是一片布 然後它的布呢就是材質超級差 然後整個穿起來的版型也很奇怪 它的布也很薄所以內褲是都看得到了 它也完全沒有內裡什麼的 就真的就是一片布 然後繞在你的身體上 所以這件呢 No 最後呢是兩個我也很失望的帽子 第一個呢是這個 像這樣子的棉麻爆童帽 那我會對它失望呢是 因為它的顏色太深了 我原本是想要買一個米杏色的爆童帽 然後這個上面有一點太古了 所以我覺得戴起來不太適合我 但是呢如果你不介意它是這個顏色 然後也不介意它上面會這樣子有點鼓鼓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戴起來還蠻夏天清爽的感覺 然後它的裡面呢頭尾也是有鬆緊帶可以做調整的 但是呢這個就是跟我期待的不太一樣 最後呢是一個像這樣子的草編紳士帽 那我會想要買這個就是因為 有一次我跟我媽媽去逛ZARA 然後呢ZARA就出了兩三頂像這樣子的草編紳士帽 一開始是我媽在看 然後呢我也就拿一頂來戴戴看 結果發現意外的超級好看 所以呢那時候我就在逛淘寶 然後就想說啊我很喜歡ZARA那個草編紳士帽 所以我要不要在淘寶上面找一頂類似的 所以我就找到了一頂像這樣子的紳士帽 那我為什麼會不喜歡它呢 是第一個它的帽顏太寬了 所以我覺得整個跟我的頭的大小不太合 第二個是因為我覺得它的型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好 所以這一個我應該是會拿去退掉 但是我應該還會再看一看 因為它跟我剛買的這些衣服真的都超配的 比如說像這樣一個綠色背心配一個像這樣子的帽子 然後呢可以再配一個像這樣子的草編包 或是說呢剛剛這件白色的小背心上衣 然後配這個草帽 然後再配一個剛剛的這個水桶包 有沒有這樣也是一套造型啊 我買的這些完全就是可以自由的互相搭配 都完全不會違和 其實這個也是這個也很好配 這個呢可以配我身上的這一件 其實剛剛基本上所有包包都可以配 我可以配這個啊或是說我也可以配這個 或是說我也可以配這個 基本上就是都可以配的意思就對了 好以上呢就是我這次在淘寶買的所有的戰利品分享 那呢我覺得這次買到的東西 一半以上我真的都還蠻喜歡的 尤其是包包我覺得真的是這次的贏家 如果你有在找一些夏天的包包的話呢 可以參考我今天分享的這五個包包 然後呢耳環我自己也很喜歡 好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不要忘記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呢可以按這裡訂閱我的頻道 那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每個留言我都會看 然後我幾乎都會回覆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